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军会关系依然抱有信心 相信不会一路走到黑 黑夜在场也有明天 明天可能是阴天也可能是晴天 即使是阴天也比黑夜要好 当然晴天出着大太阳也可能下冰雹 但它毕竟不是常态 我有一种感觉 十月初的美国大选 尘埃落定之后 不管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 连任还是民主党的拜登入主白宫 中美两国之间路与火的紧张关系 会有所降温 日子还得过 希望双方能够冷静下来 认真思考两国关系未来怎么前行 不能就这么弄下去吧 当然最理想的是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资源 未来两国关系怎么走 能不能行稳资源 有些根本性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回避的 需要我们接受现实 抽一一些思维定势 做出选择 王一郭伟见外长7月9日 在中美自国媒体论坛上的支持 我想美国朋友可能都研究过了 不用我提醒这篇讲话多么重要 我总的感觉是 未来这么有关系怎么走 万一代表中国政府把该讲的话都讲了 把该传递的信息也都传递了 特别希望民主共和两党的两个竞选团队 重视这篇讲话 作为一个长期跟踪中美关系 已在中美关系第一线工作多年的学者 我提出中美关系中的三个突出的现实问题 跟中国和美国的朋友们探讨 第一个问题 中美在两个大国之间 可不可能有咱们互信 或者说中美两国之间 建立战略互信 这个门槛是不是太高 高不可怕 中国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战略互信的问题 这不是什么秘密 远都不说 从可能的政府说起 那个时候 中美双方达成共识 承诺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调子定得很高 但是 没有借两国之间增加多少信任 减少多少麻烦 小博士政府 逢克林政府必法 Anything but Clinton 当然不接受克林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 但是 由于突发911 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以反恐大局为重 搁置了 本来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 而双方同意 共同致力于建设性合作关系 开始搞战略对话 从高级对话 叫CNADialog 到战略经济对话 再到战略与经济对话 以没有借两国之间增加战略信任 尤其是 他发现 这些年来 美国在瞒着反恐 中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综合国力明显提升 他感叹 没想到中国的发展这么快 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战略竞争者 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 两国同意 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 积极合作全面关系 中美战略对话全面展开 同时 中国领导人 无论是在共和场合 还是在世界上场合 仿佛跟 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讲 中国的发展将是和平的发展 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对美国过程威胁 我们无意 以没有能力挑战 美国的第一把交易地位 那可谓是推行制服 呼口婆心 但是我们发现 他们根本听不进我们的解释 不相信我们的战略意图 所以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 从小普通政府开始 到阿巴马政府任期期满 中美之间一共进行了16年的战略对话 但是两国之间的战略信任却越来越少 甚至出现了中国驻美大使 崔天凯说的战略互信 那个时候 我们就在认真的议论这样一个问题 这么两国之间可不可能有战略互信 如果两国之间根本不能不可能建立战略互信 不存在客观理性的看待 彼此战略意图的可能性 未来两国关系怎么管控 而不出现战略误判 我们的担心现在成为现实 万一讲 当前整个美国对话政策 就是机遇缺乏实施依据的战略误判 美方对中国的无端猜忌 已经到了卑躬蛇影 草木皆兵的地步 似乎每一项中国投资 都包含政治目的 每一位留学人员 都带有间谍背景 每一项合作参议都别有所图 只要跟中国扯上关系的 甚至扯不上关系 都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国家安全四个宽 什么都往里面钻 逢中逼返 成了新的政治正确 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能为中美战略竞争 设置一个底线 使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可控 双方还能够共处 中美关系 演变为战略竞争关系 应该有20年时间 2000年 2000年 美国国内就出现了 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这样的提法 首先提出这样一个看法的 就是作为共和党 总统获得人的小布什 但是 他上台不久 就发生了921 921 改变了他的战略关注点 使他未能实施 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 阿巴马政府虽然没有讲 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但事实上 明利案例已经开始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美国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 在中国的家门口 拉弯接派 专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完全不顾及是否刺激中国 美国对南海的所谓中立政策 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开始让南海频频的挑战中国 那个时候 所谓新兴大国与首层大国之间的战略较劲 已经很明显 休息几个陷阱已经成为热门的话题 2017年 特朗普总裁上来之后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出人意料的速度 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正式认定 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正式认定 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 2020年5月 国安会又发表了 美国对中华人勾活锅的战略翻针 明确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行政单局 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至此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正是确立 同时已出现了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没有底线的发展势头 有一点我想指出 虽然民主共和两党 在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与中国的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上有共识 但是竞争什么 如何竞争 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些问题上 也就是说 在用什么手段 达到什么目的上 是完全没有共识的 有美国前政府官员指出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发 截图政策根本 未能改变中国的错误 企图通过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迫使中国投降 搞垮中国 美国的建制派中 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不同意这种 以迫使中国投降 搞垮中国为目的的战略竞争 不同意与中国进行没有底线的战略竞争 他们认为 应该为中美关系 其中包括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设置一个底线 综合起来 主要有这么一些看法 战略竞争 但不能与中国脱离结束 不能与中国脱钩 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但是需要合作的时候 还是要合作 战略竞争 但是不能出现战略竞争的后果 不能打架 不能发生军事冲突 战略竞争 但是还要共存 共同演进 民主党的后期人拜登 他的对话政策顾问 最近接受CNN采访的时候也说 未来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两国应该比高不比低 他说的比高 就是比国内的力量 看谁能够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 他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用low的手段 就是低级的手段 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说到底 还是竞争 竞争 competition就是比赛 不管什么样的比赛 拳击一好 还是决斗 都有规则 讲规则 而且这些规则应该是国际公认的规则 任何一方 必须遵守 在规则面前 人人平等 不得凌驾于规则之上 第三 中美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政治 经济制度的大国 能不能和平共处 这是美国必须做出的根本性选择 这不仅关于到中美关系的未来 也关于到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我想起三号公文中一段话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战争 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双方同意 各国 不论社会制度如何 都应该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导完整 不侵犯别国 不干涉别国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原则 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和中华人民各国 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 实行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后来的建交公报和八一级公报 都重生了这样一些原则 过去这几十年 中国也没有少指责美国 干涉中国的内政 但是中美两国 基本上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求同之一 两国在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上的本质区别 没有影响两国和平共处 四十八年后的今天 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后的今天 美国发现 它越来越不能接受中国这样一个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了 认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冲突 与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的文明冲突 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被美国的国际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 竞争是传奇的 现在特朗普的自认团队一提到中国 言逼称中共 我们注意到国安会那份美国对中华人民购活锅 战略方针的报告当中 35次使用CVP 给人的感觉 这是一份针对中共的战略报告 用中共取代中国 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 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更加聚焦中共 当然还有其威权制度 这不仅仅是一种反共意识形态的战略取向 更是一种赤裸裸的麦卡西式的偏执的反共围剿 疫情期间 特朗普团队表现出了对中共 及其威权制度的刻骨的仇恨 他们排斥中共 就像有些宗教排斥异教徒一样 纽约时报 甚至爆出美国政府正在商讨 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动意 不管能否辅助实施都说明了特朗普资政团队中 一些人骨子里与中共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未来中国关于怎么走 能不能行稳自远 以上三个问题 尤其是美国要深思 最重要的是要面对现实 承认现实 中国绝起是个国际现实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是个国际现实 中国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 美国也不可能改到中国 这是国际现实 我们多少都说过一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提债现实主义的 索切尊主义 是指从利益出发 不要受意识形态影响 美国是一个从传现实主义的国家 希望未来的美国政府能够基于国际现实 重新认识中国 制定现实的对话政策 美国不能不让中国发展 不让中国发展 这是不现实的 以上就是我为第四届台湾文明论坛 国际关系分论坛所做的主旨演讲 谢谢大家